他當時是放在旁邊 不過後來我們朋友是 他拿起來滅火 莊先生想起之前房子起火 差點把床跟棉被燒掉 說起話來還會微微顫抖 而闖禍的就是床上這顆行動電源 充電器充差不多一個小時 因為人都在客廳 然後突然就縫一聲 想說應該沒什麼事情 結果人進來看的時候 發現已經在燒了 莊先生邊看電視邊充電 沒想到才一個小時 就爆炸起火 雖然趕緊用棉被將火勢撲滅 但行動電源已經四分五裂 不但零件噴飛散落一地 裡頭電路板也焦黑外露 但想要追究才想到求助無門 當時是在一間路邊攤買的 應該是房的吧 雖然找不到賣家 但行動電源上頭寫著MI 看起來像是小米出的行動電源 只是到通訊行一問 小米相關配件 目前只有在官網販售 要是在其他通路買的 恐怕很難保證是真的 而最近同樣出包的 還包括這款最夯的 寶可夢行動電源 焦黑的兩顆半球 以及電路板散落一地 寶可夢行動電源 對照爆炸前後的模樣 簡直難以辨識 業者說 由於行動電源容量越來越大 只要有瑕疵 使用過程很容易就會引發爆炸燃燒 不想哪天燒了房子 或傷了自己 來路不明的行動電源 最好還是不要亂買 TVBS新聞故守商林一般和一信 高雄台南報導